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次在我们这讲犯罪心理学 好多观众特别喜欢你 我觉得真有意思 也感谢你给我一个证明的机会 因为当时姚嘉欣那个案件 也很多人对我有些误解 可能我想那个在前 所以再看后面觉得还是比较招人喜欢了 对 您还记得姚嘉欣那个案子 当时他这个观点很多人都不能认同 其实李老师当时我也很关注这个事 我是认为就是学术的问题 不适合在公共面前去讲 因为你讲不通 比如你看我喜欢陶瓷是吧 我喜欢家具 我去公开的讲50多课 我从来没讲过技术问题 我讲技术问题 他就第一不好听 第二他不理解这个事情 你只能讲这社会背后的事 这就比较容易跟公众沟通 所以我觉得就做专业的人 有时候在电视媒体公开去讲的时候 一定要有些东西要有取舍 要不要会有误解 对 所以我觉得你还真像是一个桥梁 就有些学者 他不太适合上公开媒体上去讲 因为他研究的那个太深了 你可以跟他私下探讨 你如果喜欢这个专业 但是一到公开的 第一没意思 第二会有误解 但是实际这个李老师研究的 我觉得还是很多观众特别感兴趣 比方说 这个我有很多问题想请教您 这个最近呢 你听说广东有一个医生给砍了吗 后背那个刀口非常深 尖的手 又给砍成那样 然后就说我看这个上海有一个医生 现在发起全国百万医生 那个联名 已经征集到60万 就是说反暴力 反这个过去讲是医闹 现在叫什么 这种叫有个词 叫伤医 怎么到处砍医生 现在发生这种程度呢 我是觉得是一个社会的矛盾的爆发期 显然是这个问题出在事情本身 而不是出现在那个人身上 那个人只是一个末梢神经 他突然不是了 他出来显现了 我们真的医患关系 跟我们的医疗制度有很大关系 因为我最近老是不断的往医院跑 对 就发现好多问题 我理解这个制度 可是我自己也挺奇怪 就是今天中国社会 不光是医患关系 我觉得从语言暴力到身体暴力 你看看每天的新闻 我觉得这个社会 怎么这么喜欢暴力呢 现在 我觉得这个问题 就是我参加一个医生的微信圈 他们在里头也讨论你说的这个话题 我认为如果要是一起量起 那可能是这个人 他心理上或精神上有问题 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在各个地方 然后很多地方都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 就刚才马先生说的 实际上有一个 我们现在医疗的一个大的背景问题了 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里头 我昨天跟这个大夫讨论这个问题 我觉得它涉及到三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 就是说在我们现有的医疗制度下 造就的 就刚才说很多的矛盾的问题 比如昨天他医生跟我讲 就是说一个医生 他看病人一上午 本来应该是10到15个病人 但事实上呢 经常要超过这个线 超过以后 医生跟一个病人交流的时间就非常短 所以很多这个 就是对医生不满的人 他首先就觉得 你根本对我的病不认真 你不当回事 所以这个问题呢 看似是医生和这个病人之间的问题 就这几分钟 但我个人认为呢 这实际上是我们整个 对这个医疗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体系的问题的研究不够 你比如说我现在这样的病人有多少 然后我的医生有多少 你比如说现在这个空气污染这么严重 那你想耳鼻喉科 就至少鼻子过敏的人就会大量增加 那么大量增加 你现在这个医生多少人 对吧 你不把这个问题研究透 那你想呼啦啦一下 病人全部压到医院去 压到医院以后 他和他一上午 连坐车到医院 然后到医生跟巧不到三分钟 五分钟 你就把我打发了 一上来先给你开一条去做检验去 然后你还想问两问题 医生更不问 我没时间 你赶快去做什么茶 然后去拿药吃 要完了 但是你看啊 你说当然中国的这个医改比较失败 但是我看世界上也没几个国家敢说成功 但是就是 当然不算好 可是肯定也有一些国家的医疗状况比咱们更差 但是为什么咱们就好像引起来的事情 就是这么狠 其实我认为这事情并不复杂 就是第一呢 你比如西方 呃 我们先说发达国家 美国 像英国啊 他去看病呢 他分三六九等 是他事先都知道的 我们过去看病没有三六九等 就是最好的医院协和医院 你可以从赤贫到 呃 最高领导都可以在那里看病啊 他美国不是 美国人他知道他该去哪个医院 他首先他 他有等级观 社会等级观的建立 这是他很明确的 你有钱的人就到这个 私立的 私立的最好的医院 我们这两年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 有一些私立医院 但这些私立医院 我以我的观察 大部分还是为外国人服务的 中国人是很极少特权阶层的 很贵 对不对 那么但是你知道这个贵的背后是公平的贵 我们现在的这个国立医院 就国家的医院是不公平的贵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作为一个没钱人 你进去 你什么都享受不到 但是你是一个有地位的人 你可能身上是有多少人的医疗资源都铺在你一个人身上 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那就会导致今天就是压力很大 就社会压力很大 就是病人很多 现在人比过去第一疾病发现的多 因为检查手段多 过去没有检查手段 你那病不到最后你都不知道 那么第二呢 人开始惜命 就是人比较珍惜这事 过去人有病都扛着谁花药钱呢 所以就把这个医院就没那么急 我从小就是医院长大 就看着这医院一天一天变成电影院 你说什么意思 就人越来越多 就所有的医院 那个一道早餐起来 全中国今天人最多的不是火车站 是医院 你说是因为咱们人口多吗 资源少吗 有资源问题 医生的流失也有这个问题 就现在我认识很多医生就不从医了 就不愿意从医 就是没有什么 没尊严没好处 他就算了 而且学医是个很难的 但我们的 比如我们国家的台湾 医疗问题解决得非常好 对 他解决得非常好 有时候我就看我这些年 你看这个咱们经历改革开放这几十年 你看这个商场增加了多少 可是医院呢 就是数得上的 像人民医院 北大医院 协和医院 剩下的就所谓的社区医院了 就是说你真正叫的响的医院 并没有随着社会发展 它增加 当然可能有个中日友好 还是后来出现的 我的感觉就是 首先我们的医院并没有 事实上没有特别增加 这是一点 第二呢 就是增加了一些医院 它硬件上去了 软件不行 就是好医生不行 我去年我父亲生病 我当时就是 这个中间在急诊 住了两个多月 也不是个事 人医生就说你到住院部去 就跑到北京的一个住院的地方 就到那以后 那医生吧 就是护士 他那扎针的技术 什么都不行 所以那种感觉就是说 我们这个没有以时俱进 我觉得这首先 我们的医疗资源 没有以时俱进 再一个 刚才讲三个问题 其实我认为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 就是你刚谈到的 一个社会的一个 社会态度问题 我觉得中国人 现在对疾病 对生死 好像都没有一个清楚的 也不要清楚吧 就没有一个自然的态度 怎么说 比如说有一次 我出国跟一个朋友聊天 他就讲到 他说 他们开车 说撞了一个人 当时后来撞 撞死了 当时很紧张 就怕人家闹事 我们就领导带着 然后开着车 对 就外交人就去 就到人家那个地方 人家很自然的 搞了一场这个仪式 然后把他就埋了 说你们回去吧 他已经死了 我说你不用赔偿吗 人家说人死了 那就是死了吗 还要干嘛呢 就他们脑子里 没有那么多其他的东西 我们现在只要有个 比如说 你医疗有一点点问题了 或者你只要怎么一死了 包括有时候在监狱当中死个人 他马上的一个想法就是 这之后的其他的东西 对 算账 他不是说 怎么让这人安安稳稳的心入土 然后怎么样 就算 画一句号 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这些年 当然这个问题我觉得比较复杂 就是人为什么会 就是我们现在动不动就在这事儿 老想做点其他的东西出来 这是现在所谓的法律意识增加 我们今天对于公众来说 它不是法律意识增加 法律意识 您是搞这专业的 它是防范意识 我们是利用法律意识增加 明白吗 就是说我做了一个什么事儿 比如医生给我看病 如果出现什么问题 那么我第一个事儿要诉讼 我要什么 我挣一笔钱拿这个事儿 钱一阵那个心 全是这个事儿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把医院动力 然后把医生搞得很恐怖 就是我做一个胆摘除手术 那个东西你都没法看 那个一百多页 你得签上字 医生跟我说的很明确 前面就是发生过的事 他每一起事故都增加一个协议 弄一个东西 就是你也甭看 你要看你也就签不了字 第一条叫麻醉可以致死 那对不对 麻醉是有人麻醉就死了 对不对 他过敏他死了 但是不代表说 一旦麻醉致死 你好像就是医疗事故 不是 他有概率的 就所有事情都有一个东西叫概率 但你敢的概率上 你就得认着 那么我们社会 我觉得应该是用救济机制 就是比如说 有保险公司来赔付你 这个事情 你比如说你出了车祸 谁也不愿意死 但出了车祸 你赶上了保险公司支付你 那这个事情按社会的正常的程序 去走 西方大概是这样 所以大家都觉得挺什么 中国可不是 中国为什么交通事故 逃逸特别多呢 有人逃逸的态度很简单 就是说我再不逃逸 那村民一出来 我就被打死了 我只好先跑了 跑了又要给公安局打一电话 说我跑了 对不对 还有这些复杂的社会问题 所以我就说 现在这个就是医患的这个问题 实际上你 你从这里能看到一些社会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这个社会态度 在一个包括就是死亡的问题上 还有就刚才马先生说的 医疗的这个 就是你对医疗 你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也就是说 大夫他肯定尽力 哪怕他有失误 也应该允许吧 比如说你脚头发 也不是说一下都能脚特别好看 对吧 那人家没脚好 包括你自己 比如做个衣服 你做个菜 你也不是每一次都做的那么成功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 就是整个这个社会 形成了一种 就是诉讼的这个 或者告的这种上方 或者类似这样解决问题 然后他没有一种宽容 没有一种大动作 对 而且就那暴脾气 你说你甚至前两天说在重庆 有个人那个买 买个菜有个女的 说鱼香肉丝 回来就算账 说为什么里头没有鱼 咱们亲爱的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因为我们家也有人在医院 我就老是你看这个就看病人 你就听这些病人家属聊 我有一个很突出的感觉 就是您就引发的 就第一 很多家属 他潜在的觉得医生不是好人 医院就是骗钱 你就跟他跟聊 就是哎呀 什么什么又开了 什么药了 什么什么 那个医生 他怎么怎么样 就是他已经假定 他肯定要对我们家人不利 所以而且呢 我就说 比如说这个售货员 你到商店买东西也会有冲突 但是很少发展到像这个商医啊 就是给你弄死你啊 捅你一刀 就咱们竞出这种事 是不是也因为当关联到生死的时候 或者说疾病痛苦的时候 人就比较容易走走这种狠招呢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事不是太复杂 就是我们可以看商医案件的一个大多 就大部分案例可以看出来 第一商医的人呢 都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走投无路激怒他的首先是费用 他没钱 走钱人他不商医 你让那个 那个咱们那些土豪首富们 没有一个人去商医 他那人怎么死了 他也不会商医 为什么 他钱可以减轻很多压力 因为我在医院啊 前一段时间 我那岳父那个就是 就是突然突发这个脑溢血吧 算是就是进了那个ICU了 待了四百天 因为老去探视嘛 ICU就是所有人都在 逼于死亡的那个状态中 那么你可以看到 在ICU的那个 就是每天的探视室 谈笑风生的人一定都是公费的 你不用问 你看那哭哭啼啼的 还有人在那喊 就每个人都是可以跟这个 根本听不见声的人 拿着电话喊 有的人就喊你快死吧 你不死 我们都扛不住了 还有那么 对啊 然后我就不明白 一开始 我说人怎么那么说完 我们不接受啊 最后一问 全家倾家荡产 是 每分钟都在花钱 他扛不住了 您说这个问题 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就是中国人对待生死的 一个态度 就是 比如说我到医院里 我跟大夫讲 因为我去年我父亲也是重病 然后我当时跟大夫讲 就是不要做多余的治疗 就是只要让他不痛苦就足矣 因为他已经这个年龄了 但是呢 有些大夫就特别好 他就把握这个分寸 他要给你用什么药之前 他会征求你意见 有些大夫 他就进口药 左一个右一个跟你推荐 也就是说 在我来看 一个人到一个年龄了 他整体器官都是处于整体的衰退 你不要看他得的病是心脏 你治的是心脏 但是你把心脏治好了 肾就不行了 你把肾弄完了以后 他有其他地方不行了 对吧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 我认为不是治病 而是让他减轻痛苦是主要的 所以生和死应该顺其自然 我认为这是关键 但是这个我觉得在短期之内 你让全民族 就变成这样一种想法 是不在现实 这个是比较现代的 但是我认为很多人都很假 问题 对 我去看 他无非就是三类人 一类人是公费支持的 这花多钱我都不心疼 什么都上最好的 对对 这倒是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为党工作一辈子 全报 就是一类 一类是花自个的有钱 我不怕 花吧 就是花钱 花钱就算把我心里这个事 尽孝这事扯平了 你在ICU 那花的你作牙花的 一天两千块钱 一天三千块钱 那都是便宜 现在ICU 你要是一个正常的维持 大概万八块钱 对 一天呢 一天 二十两三天 一个星期就得五万 你看这个 我看到那个案例 就是 这个爹 这爹来 就是孩子 四个孩子 中间这孩子考上大学 出身同地 嫁了一个好的丈夫 在北京扎下根 然后这老爷子 来为他看孩子 那仨全在农村 这个老爷子一头就栽地上了 栽地上就拿过去 拿过去以后 这女儿还不错 把房子卖了 来支持这个治病 但是问题 那房子卖不了多少钱 卖多少钱 卖一百多万 一百多万 理论上就支持四个月 他在这里头 待四年都是有可能的 那后面的钱呢 就没了 后面钱没了 你就就是疼死 那么这个女儿呢 房子也没了 最后你打拼下来 这点事也没了 那说来说去 是个制度问题 那为什么有人可以在那 花多少钱都不心疼呢 是我们制度说 这些人可以花钱的 那么为什么这种制度 不能普惠呢 我告诉你 最简单的事 能普惠吗 但得花多少钱 你听着 那要是不能 就所有人都不能 要能就都能 为什么我们说人是平等 到这会儿不平等 还有一个问题是 你一看病 它多一个概念 我先问你 什么叫大病 大病 什么叫大病 我去闹了半天 我都闹不懂 什么叫大病 你一去 大病 有的是统筹的 有的是不统筹的 那对我们来说 什么叫大病 什么叫死 全叫大病 对不对 你要赶不进那大病统筹 您那病就是等死的病 小病也能等死了 就是 所以它在这个概念中呢 它把医疗改革之中 我们现在可跟老百姓讲的 我们公立医院是不赚钱的 是为人民服务的 这是社会这么说的 是吗 那当然是这么说的了 我们从小都知道 这医院不是赚钱 是就死扶伤的 可今天哪个医院不赚钱 哪个大医院不赚钱 对不对 如果你说全社会的医疗体制 因为世界上是有国家这么做的 医疗体制 全部是为全民族的服务 不管你是什么人 我不可能不给你治病 那么我觉得 这个就矛盾就缓和很多 您刚才讲的这个 我就想起中国的这个老人 我又很典型 我听这个北京 宣伍医院医生给我讲 就是真正说老人家不行了 就是说不要插管 不要一些太残酷的治疗 往往你要是孩子讲得通 年轻一点 他能讲得通 但是尤其是很多老伴 你知道他那个感觉 他要尽一切手段 哪怕是个植物人 他要救到底 实际很多时候 他有一个丧偶之后 他不能接受的问题 只要喘气 就维持着他的一个信念 然后他又觉得呢 哎呦 所有的孩子 就倾家荡产 也得让你爹或者你妈 维持着这个生命 要不然呢 就算不尽心 但是呢 你知道中国的老人 又最抠了 为什么很容易发生 这种暴力事件呢 他天天看着这个ICU的 这个账单呢 你知道他这个心情 这个矛盾呢 他有个老人也看不见 还是这个 就是人们的一种 整体的态度问题 我在去年到时候看到 我很意外 我在大 他就是那个 他也算重症嘛 但不算那个ICU 当时我后来就看到 一个病人 他是属于那个 就是属于血 有酸是什么 一个种血毒 然后给他做那个 换血的一种治疗 那后来他家里 拿不出这么多钱 也是把房子说要卖掉 然后来 后来给他就申请 那个叫什么 就是一种基金会的申请 然后这个 给他一个赞助 后来也给他换了得五次 但是也没救过来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 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态度 就是包括你比如现在 我看到有很多像孩子白血病啊 还有什么 要去救啊 比如说他会在网上 包括我们的记者 善心吧 去发布一些消息 让大家去捐钱啊 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消息 可能我是学哲学出身的 我相对可能比较理性啊 我就在想一个 就是咱们电视台 曾经播过一个节目 就是一只狼 生了一窝小狼仔 然后他把其中一只狼 给叼到水边去了 然后他回到他跟前 他把这一对放到跟前 后来那个 他是自然保护区嘛 然后咱们有个工作人员 一个小伙子人很好 他一看这只小狼 他就抱回宿舍去了 然后每天牛奶啊 各种爱护照顾 一直到这狼大了以后呢 他把他放回狼群 结果这个狼 还跟他其实特别好 还跟着唱歌什么 很可爱 但是送回狼群以后 就抢不着食物 抢不着食物以后 到他到那个发情期的时候 就他已经到了 那个成年的时候 很快就被别的狼 给咬得一塌糊涂 后来就是 这个给他养大的这个人 哭着把他给杀完以后 埋掉了 因为他受伤了 就是因为他们 公狼之间不要 要争吗 所以我在想什么 这实际上是一个自然法则 也就是说你 你救的他这个 只看了他病 但你能不能想到他一生 因为他本身在 在遗传上带有缺陷 你把这个命是救下来了 可是他要大了以后 他要生存 他的面对的压力有多大 然后最重要 他要结婚 他结婚要不要生孩子 生的孩子 是不是还有问题 是不是就说很多时候 对 就我们很难 感情上很难接受 我们怎么去认识生命的问题 我认为这是我们 现在特别需要讨论 我一看李老师 还是学哲学的 就是这命题太大 老百姓不考虑哲学 老百姓先考虑 我能不能过这关 你比如说 我觉得医患之间 最大的还有一个问题 是因为知识不对等 对 医生什么知识 医生都是医学最难学的 我跟你跟我说那事 你开那个 我连字都不认得 我哪知道我怎么回事 你比如说 我跟你说一个例子 我一个朋友 有回找我来说 我得告哪个医院 跟我咨询我 他跟我讲完了 我说你这告不了 我说你听我的 别瞎告 他怎么回事 他爹 不行了 查着各种管子 最后全家悲痛的 做出决定 就是 拔了这些管子 让他安乐 去往天国吧 就把这些什么东西 拔完了 他得醒过来了 不仅醒过来 还坐起来 说饿的 我不喜欢 医药 药把它拿的 因为他输的各种药 活了 他就要打官司 说这叫什么治病啊 因为大量 我们现在过度医疗 是很多的 这是典型的过度医疗 就是要很多 给弄住了 对 给拿住了 他想说 说不出来 不管也说不出来 最后起来 还吃了饭 又活了好长日子 对不对 所以他要告 我说你这告不了 你到哪 你什么诉求 你说你什么诉求 他拔了管子 都好起来了 对不对 你没有什么诉求 但从这个角度上讲 他愤怒的不行 对 他愤怒 他为什么愤怒呢 就是 当然他是一个 有知识有钱的人 他不会冲上去闹事 对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 没知识没钱 这个事是个反向的 这个的话 他就会闹事 那家医生成凶手了 就觉得 对 咱们去讲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这个跟丧尸亲人的 这个痛苦 本身有一个宣泄 就是 而且呢 你很容易怨 如果你要怨 比如说 死了 这就像你说的 知识不对等 但是你要是怀疑他 那你可能找出太多理由 某一次他用的哪个药 我说该用 还是不该用 你说这个 就很容易激起这个怨 加上他本身就有这个悲衣伤 还有就是迁怒 就是我认为社会的各种 这个不平等的事件 反复出现 比如这个人除了医疗 直接发生的问题 他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他就全在这爆发了 所以这种伤医的事件 就是越来越贫乏 越来越狠 导致医生联合起来去做 就是做这种呼吁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不是我们今天能谈谈节目 就能解决的 我觉得是应该 国家一个全盘考虑 尤其在病方面 为什么病特别可怕 我告诉你 病他有一特征 就是他不管你地位高低 是否贫穷 是否富有 一分钟以后就来 那天我看我们 所以大家恐惧 那天我看我们 一个纪录片去古巴采访 我听见古巴一个 什么卫生部的讲话 我就开心了 他在这说 看病为什么要花钱 对 这是一个很朴实的问题 您怎么看这事 看病花钱 我倒觉得这个 还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他毕竟 这个药 他有一个成本 有个制造 有个开发研制的问题 就是你刚才 他那个话题 我想再接一下 就是我发现 就是说 刚才马先生说了 很多都是医患的纠纷 但真正看人 很多罪是病人 对吧 而且你发现 有没有一个特点 就是很多都跟 那个鼻炎有关 就耳鼻喉科的这个 所以我昨天 也跟大夫探讨 这个问题 就是我刚才讲 第三个问题 就是一共有三个角度 除了我们的医疗 体制的问题 第二就是说 社会公众 对于这个生命态度问题 还有第三个 就是我们医生 在治疗过程当中 他可能有没有这种 比如我治你鼻子 就治鼻子 我忽略其他的事情 那么就是 因为在我们来讲 就是人的这个 心理学当中 讲这个人的知情意 就是认识 情绪情感和意识活动 这三个的起点 其实都起源于的是 就是比如说 认识起源于感知觉 然后呢 情绪呢 起源于体验 就是你突然意识到 这个体验 然后意识呢 它你能不能觉知 有觉知就有意识 这三个东西合起来 都是感官 就是掩耳鼻舌身 这三个开始 所以这三个开始 你想四个都在这儿吗 它鼻子和嗓子通的 鼻子和耳朵通的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记得我在90年代 看病的时候 曾经就是我 我那时候也是过敏性鼻炎 有一个女大夫跟我讲 她说我们南方 有一种方式 就里头有根神经 给你切断 就你就不会再 再有这个过敏问题了 当时我回去问我父亲 我父亲说 千万不要做 他说这个是三杂神经 这个地方的神经很微妙 你不要随便给它割断 我觉得我父亲 就是有哲学 他这个建议 我当时记得特别 印象特别深 后来我看温岭的那个病人 就是砍杀医生 当时咱们央视 做了一个采访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做完这手术 我每天不能入睡 我必须插一个笔头 在里头才能通气 所以有大夫讲 他说这不是器官上 也就器官上查不到问题 它是什么呢 神经 没有那个神经通路 它那信息回不来 所以我们在我认为 这个角度实际上 就是我们医学当中 要去研究的问题 对我也看过那个说法 就说这个人他心胸 他自己就觉得生不如死 而且所有的到医院检查 都被裁定为 就说没事 你手术成功 你不应该痛苦 可是他说我就是痛苦 这你怎么说 他神经通路 他只有自己意识的 你从器官上 有人看不出来 所以就大自然的智慧 包括我们脑里的 那神经通道 那真的不是说 一个局部的问题 接着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自我疗伤 我觉得中医啊 还是比较 现代医学才100个